和於香港電視界的模式 其實有時我覺得很浪費 電視劇要這麼趕去拍 又不是趕著出街 只是為了省錢 所以希望兩三個月完成 首先舞台劇真的不能馬上來過 就算錯了或者忘記了對白 其實跟我做司儀很類似 因為你都在台上 你的表演一定要繼續下去 舞台劇只要控制到節奏和氣氛 你不記得觀眾未必知道 電視劇一不記得就再來過 永遠是看到good take 所以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電視劇是更加精雕細得 因為有很多時間讓大家去準備 但也外於香港電視界的模式 其實有時我覺得很浪費 電視劇要這麼趕去拍 又不是趕著出街 但只是為了省錢 所以希望兩三個月完成 讓一些廠期或者演員 可以又再free做其他事情 變成永遠不可以精益求精 變成一天拍很多場戲 其實可以再磨得它更漂亮 就沒辦法 反而舞台劇或者我做電視live show 因為你知道不能失敗 你只有一次機會 就算失敗了也不能後悔 因為你都不能再來過 所以我有時拍電視劇會有很多遺憾 你經常回到家會覺得 其實那一場是否可以再做得更好 或者我是否應該用這樣的表情 或者這樣的反應 但不會讓你再來過 因為接著收工 第二天又再拍另外一場 但舞台劇 你知道只有一次 我做不到或者我漏了 但我不會後悔 因為我起碼那一次我盡力了 我想到這個年紀 又不會再不停地警惕自己 因為如果你是錯的 都已經錯了 沒有啊 那每一次都要很珍惜那個機會 反而現在懂得珍惜 因為你再年輕一點 可能二十多歲 你發覺我有很多機會 或者我這次做得不好 我可能下次會再做好些 或者我可能下次會再做一個更好的劇 或者更多的戲份的戲 但你現在知道 可能每一個都未必會再有機會 因為你不知道你自己 給你接下來的發展的時間 還有不要想得太差 很多事情想想得更好 尤其現在大家都不容易接受到失敗 其實是大家理所當然了 就是習慣了 可能一些東西很容易得到 或者很容易有成績 但其實以前的年代 甚至乎再比我之前那些 其實大家都很艱苦 不是你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當時的社會比現在更困難 但都生存到 何況現在有那麼多 那麼好的設施 或者有那麼多的朋友 其他人可以幫忙到你 我覺得其實就不容易放棄 只要想得遠一點 其實大事都會化小變了小事